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人民币的汇率 同时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现在对房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面的是汇率在涨 一面呢似乎银行取不出美金 那么同时呢央行似乎偷偷的在做一个动作 这个对房价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会不会未来人预言的房价大跌就在进行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这个美元的汇率啊 现在汇人民币现在是6.76 大家记得最高峰的时候啊 人民币贬值贬到了7.1几 所以呢他们说号称暴升了4000点嘛 对吧4000点 那这个幅度确实是比较大的 那么为什么人民币的汇率最近升得这么厉害呢 啊据说呀这个人民币 呃跟当然跟美元的这个本身的最近一段时间的贬值有关系啊 那个美联储不停的在这个放水救市嘛 另一方面好像中共最近的这个货物呢 出口比较多啊 就是疫情缓解吧 这样的话呢 他缓了一口气 所以呃再加上他的这些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吧 他为了这个造成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印象啊 总而言之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呢 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啊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人民分值了 那这个说明我们之前的预判都错了 但是啊大家想到啊 里面却有人取不出美元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 那你说咋处理 我去年的这个去年换的200美金 你告诉我今年不能取 让我把这个换成人民币取给我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我现在就是要我的200美金 你告诉我取不出来 要直接换成人民币给我 那你招商银行 我以后还敢不敢存钱 我敢不敢存美金了 那你跟我说一下 招商银行能不能以后存美金 还存了美金还能不能取出来 解释不了是吧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视频了啊 这个视频是一个人在招商银行录的 招商银行应该不算是小银行了 对吧 呃他说他存了200美元 但是呢最后取的时候呢 呃只能给他人民币 那什么意思吗 对吧 那不就是缺钱了吗 所以这个当然也不是说 每个银行都缺钱啊 有些人反映说这个什么银行呃换换这个美元还是很充裕的可以预约就可以了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被管制了啊 所以你看这个人他200美元换不出人民币 对吧 也就是说他自己存的是美元 但是呢 取的时候别人 工作人员说只能给你人民币 那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所以所以这个号称这个人民币不停在升值 但是本身大家想换美元却换不出来了 甚至我说我存的是美元 取取这个美元都取不出来了 对吧 那不就有问题吗 这不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 只要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肯定就是所谓的就是 事出蹊跷必有妖啊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说这中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 内幕在里面 对吧 那么中共他的这个手上的外汇储备 恐怕不是像他们宣传那样 哎呀很充足啊 对吧 他这种管制对老百姓来说 杀伤力很大的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啊 我们先把这个外汇放在一边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大家要小心 中共好像在将这个债务向小银行集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银行这个债务里面有很多坏账 对吧 各种银行都有自己的坏账 然后呢 现在他似乎是要把一些这个大银行的这个债务给剥离掉 然后转移到小银行里面去 当然这个操作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搞啊 他们这个操作做出来也是神操作啊 那么当然也是这是传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了 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可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 所以下一盘大棋是什么意思呢 他很有可能呢 会不会是让小银行背着债务在破产 对吧 因为现在银行的破产法已经出来了 就是云属银行破产 以前是银行不准破产 对吧 就是所谓的国家背书嘛 对不对 现在呢 这个银行是可以破产的 当然他肯定不会让大银行破产 因为大银行破产 这个对他的杀伤力很大 他可以让小银行破产 这种不是没有先例啊 你看之前的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商银行啊 什么商银行包商银行 好像是包商银行还是哪边银行啊 就是要破产了 对吧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吧 对吧 他这种小的地方信的银行 他是可以破产的 就是而且呢 他顺便还可以把债务给清零了 那像哪些债务呢 像这种地方银行的这种债务 一个呢 就是政府的这个债务啊 当然政府的债务 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城投债嘛 对吧 但是还有一个一部分债务呢 恐怕可能跟房贷有关系啊 那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房价暴跌 然后断供的人也很多 对吧 那比如说断供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比如说 他这个失业了 他付不起来了 那那那真的是得断供 对吧 第二种呢 他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 房价暴跌那种 对吧 你比如说 他100万买的房子 对吧 然后他首付了两成 然后呢 他他他付了20万 然后呢 他背负的债务是80万 结果呢 按照这个恒大 按照这个必个人的 这个操作方法 直接把房子打个五折 七折 对吧 他五折 100万的房子 50万卖走 那那你自己想一下 我与其说 我要还这个80万 对吧 我还不如说 呃 我重新花50万 去买一个新的房子 对吧 那我还少花了几十万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大家一看 这个房价暴跌 不仅仅带来的是 这个 呃 各种各样的次生灾害 而且这个 呃 银行的债务也会 不断的加大 所以呢 他让这个小银行 背着债务破产 恐怕也是一种预案 什么预案呢 就是本身来说 他也是一种双种洗劫老百姓 嘛 就是 你这个 大家你这个钱 手上的钱 对吧 你也换不走美元 那你只能留在国内内心环了 对吧 然后留在国内内心环 他再让这个小银行 破产掉 那不就是双种洗劫 对吧 你存在小银行的 所有的这个 对吧 如果说 呃 有什么样的 这个 对不对 你的很多 比如说理财产品 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不全都给 就给一笔勾销了 啊 反正总而言之 肯定你会受到损失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呢 他很有可能是 作为这个房市暴跌的 一个备案 对吧 因为他预感到 这个房市暴跌 会带来更多的 这个银行的坏账 对吧 坏账嘛 那他必须得把这个银行 小银行破产掉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坏账给埋掉了 当然这个坏账埋掉 这个对老百姓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就是把老百姓的坏账埋掉了 但是呢 实际上老百姓还是损失的 你比如说你这个这个房子对吧 你前期的20万还不是交出的 对吧 那打水漂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手上的这个资产 这个这个降低了 本身来说 对老百姓来说 就是一种伤害呀 当然了 他这种预案呢 是不是说这个未来人 说到的这个房价暴跌 真的现在马上要变成现实了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 对吧 感谢观看